大家好 上个星期其实有一个消息还是蛮大的 就是军队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原校长王喜斌上将栽了 2月24号人大常委会专门通过了一个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 剥夺了王喜斌的人大代表资格 这样算上王喜斌中共公布出来的正式被抓的上将有三个 另外两个一个是原武警司令王建平一个是原空军政委田修斯 王建平是在职的上将 王喜斌和田修斯是退休以后退役以后被抓的 王喜斌是退役了三年田修斯是退役了一年 在这之后被抓的 如果再加上南华早报去年8月份的一个放风说 前总后勤部部长廖西龙和前总政治部主任李继奈也有问题 如果加上这两个的话 那被查被抓的上将有五个 只不过呢关于廖西龙和李继奈的消息呢 这个中共官方后来一直没有证实过 南华早报他对于中国军队这方面的消息 放料 向来还是准确度比较高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呢 他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我想 也不完全是空缺来风吧 所有这些上将 被查被抓 都是发生在去年的下半年以后 这个节奏应该说还是很快的 力度也应该说是蛮大的 因为你要知道胡锦涛在位10年 他在军队里面通过反腐名义动过的人 高级将领 其实就两个 而且两个都是中将 一个是海军副司令王守夜 还有一个是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 上将呢他是一个都没敢动 更不要说是在职的上将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并不是这个 我认为习近平在军队的最大动作 能够给他的处境带来最大影响的举动啊 并不是抓了这几个上将 而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也是和国防大学有关 就是香港的星岛日报近期报道 说国防大学的校长和政委 双双坏人了 那么留下这个职务 由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政委顶替 是由两个中将顶替 而国防大学的政委 就是那个媒体曝光率很高 被很多人称为儒将的那个红二代 刘亚洲 刘亚洲上将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这个消息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 但是很多媒体都转载了 认为可信度很高 因为你在国防部网站上输入刘亚洲这三个字 以这个为关键字搜索 已经这检索不到结果了 而且新闻联播播了一个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研讨班 在这个新闻里面呢 他画面里面你看 国防大学的这个代表作席上已经没有 政委刘亚洲和校长张世波的身影了 取而代之的是副校长肖天亮和副政委吴杰明两个人 所以这样看起来呢 刘亚洲张世波这两个人走人的可信度就已经相当大了 那么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是不是说 原校长王喜宾被抓了 也牵连到了 现任的校长和政委呢 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因为中共的他这个官场的 腐败经常是窝案 就是一个体系一个地方的干部是集体参与方案 就是集体分赃 你抓出一个人就牵出一窝来 你像在中石油在山西省都是这个情况 那么在国防大学那当然也完全可能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领导班子的经济问题 存在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很多人都参与了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刘亚洲的身份 他是红二代 是李先念的 女婿 为什么说这个身份有特别可说的呢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在中共军队的上将 这一层的 将领里面 有哪些红二代 一个是现任的中央军委 装备发展部部长张又霞 他的父亲张宗迅 在中共建政初期 做过副总参谋长 原二炮政委 张海洋 他父亲张震 曾经做过军委副主席 还有是 原总后勤部政委 刘源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不用说了 他父亲是国家主席 刘少奇 还有一个是空军司令 马小天 他的父亲是中共建政初期的一个大校 地位不是很显赫 但是他岳父比较有名 是曾经做过军纪委副书记的张绍华 现任的东部战区司令刘岳军 勉强也可以算上一个红二代 他父亲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 是在 中共建政初期做过军一级的政治部副主任 那个被撤换的海军司令 吴胜利 吴胜利的父亲也是新四军出身 后来一直做到了浙江省的副省长 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刘亚洲了 在这些红二代上将里面 大家注意到没有 到今天 大部分都被习近平撤换了 张海洋2014年的退役了 2015年转到人大打酱油去了 现在是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刘元 2016年初也退役了 也到人大去打酱油 现在是全国人大 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海军司令吴胜利 在那个辽宁号出海 回来以后 他 已经被撤换了 现在刘亚洲也 被传门下课了 可信度比较高 那么红二代上将里面剩下的一个是张又霞 一个马晓天和一个勉勉强强能算得上红二代的刘月军 但是总的来说呢 说得上是 半壁江山已废了 有人说这些红二代的上将们年龄也到了 都是65岁以上也该退休了 其实呢只要有需要 超龄留任的例子也很多 这个都不胜美举 像前面讲的马晓天 他其实是1949年出生的 张又霞是1950年出生的 刘亚洲比他们都还小 但是马晓天和张又霞现在都还留任 而且呢这些退下来的红二代呢 也并没有被委以重任 而是去打江游去了 而且他们走了以后 也没有 大力提拔别的红二代 所以说这个红二代在军中啊 他确实 他并不被习近平所看中 并不被习近平所扶植 这说明什么呢 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 红二代曾被称为他支持者的基本盘 是他支持力量的重要基础 而经过这四年多五年的时间 看起来习近平与红二代已经渐行渐远 现在这两边是不是在一条船上都还很难说 至少在军队这个关键的部门 看来习近平 并不太信任他这些红二代的同辈们 陆陆续续把这些红二代的将领们从关键职位上开缺了 要可是你要知道就在两年前2015年的2月份 还有上千名红二代在八一电影制片场开了个新春团派会 表示力挺习近平 可是就在这两年当中 红二代上将们陆续走人 可以说得上是白云仓口 世事变幻无常啊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习近平现在的支持力量从哪来呢 我们看 他在体制内并不想走改革道路 那么那些尚且健在的改革派元老胡启力 田济云 李瑞环这些人 说不上和他亲近 对吧 而且他又大刀阔斧的反腐 想破除掉老人干政 和曾庆红江泽民势同政敌的关系 同时他对共青团系的官员呢 又边缘化 很多共青团这个派的大员呢 都没有上升空间了 他和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关系能维持的怎么样 也很难说 而且他对民间力量又不妥协 所以和民间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关系搞得势同水火 现在看起来又和红二代有嫌隙 红二代的上将们一个个被他扫地出门 所以现在看起来习近平的盟友 除了一个和他一起反腐的王岐山 真是环顾雨内 找不出第二个 在习近平2012年接班以前 他作为王储嘛 当然凡事要小心 他不能那个时候就去培养自己的派系 致使他上台以后呢 急切之间 他确实找不到可用之人 以中共培养干部的这个体制 即使现在越籍提拔大地提拔一批人 但是现在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这批人 他的官场的早期阶段 也是在江湖执政时期 所以从根底上来说 习近平能够信任的人成为他的这个 知根知底的班底的这批人 实在是不多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步下降的曲线 不可避免的失业率会增高 中产阶级会受到挤压 那么在普通民众当中 对于他的支持度 其实也会进入一个下降曲线 所以说在十九大上 习近平的地位 看起来 虽然会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加强 但是 确实高处不胜寒 因为看不到能够支持他的坚强的基本链 而且国际环境也是内无良将外多敌国 其实说起来是个危局 目前已经呈现出了周易 钱挂里面所说的抗龙有悔的迹象 上次咱们说周五王伐咒以后进入朝歌 做了四件事情 迅速安定了人心 第一件事是散露台之资 向富裕阶层返还他们的财产 这样就是安定了富裕阶层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人心 第二件事是发巨桥之诉 就是开仓政绩平民 这样就安定了下层社会的人心 第三件事是表伤荣之旅 是和体制外的精英人士和解 第四件事情是 封笔干之木 向体制内的健康势力传达善意 同时频繁过去那些影响重大的冤家错案 周五王做到了这么几件事情 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赢得广泛的支持 安定了社会的局面 习近平不是也很爱读古书吗 那么他能不能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学到一些正面的东西呢 在这四件事里面 他就算不能全部都做到 能不能先做到一件两件呢 那我想这个也是关系到他未来的这个政权 乃至于 中国社会能否稳定的 一个关键方面 谢谢大家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